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你把我改变的越来越坚定和武统了 哦 我也改变了你 好 怎么说 怎么说 你听5030听太多是不是 不是5030听太多 是我无论听就是你们台湾那边 无论是你 是黄世修 Alex 甚至历史哥 黄介正 还有建文杰 张静 你们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一个问题 两岸合同的基础是两岸的人民都是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 站在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角度去追求两岸的最大共同利益 这样子才可能合同 但是你们几乎所有的人都首先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 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立场 就这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上的区别 就已经确定了你们肯定是说你们会把中华民国的利益放在中华民族之上 应该是说我们是把台湾就等于台澎金马的利益先优先考虑了 是说台澎金马这样 对啊 所以说你们所有的出发点都是站在你们自己 或者说你没有站在中华民族这样子的大集体上面去思考 所以说 而且就是说你们台湾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一个思考 相当于就是说两岸的合同 我一直说最重要的是情感的交融 就是说两岸互相的认同 两岸互相的友善的或者是这种好感 才可能促进两岸之间的合同 但是现在台湾社会根本没有认同中华民族 或者说是中国这样一个概念的氛围 在不存在这种氛围的情况下 再加上你们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社会 任何和大陆这边进行核弹的可能性都成为选举的票房毒药 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开始的 那个共和国您有没有听过我上次有一个论述 就是说国民党他必须要打出亲中保台 然后尽量争取对待14亿老百姓 就台湾这边应该要争取你们的认同 这才是真的保台的方法 但是你觉得这个方式呢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不可能 你说不可能做还是 这个实行了也不会保台还是怎么样 哪种不可能 都不可能 国民党不可能 因为国民党它本质并不是一个就是集体利益党 它其实上还是一个个体利益 你自己看看 国民党都已经到了什么危机时刻了 各个地方诸侯还是以自己选举为最优先 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了别人去损失自己的利益 就不可能去做 对吧 这个国民党不可能 台湾社会也不可能 台湾年轻人根本不认同中国 或者是根本不认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你说了这个东西 然后你们的整个教改或者是整个社会的氛围 也不可能让亲中的孩子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 不可能让亲中的孩子有一个成长的可能性 还是有了 再加上少数 再加上你们整个社会还受到美国的影响 未来30年的整个世界的主流就是中俄和美国的一个对抗 对 这几重爆加在一起 我至少我作为一个就是很理性的逻辑分析者 我是根本看不到任何台湾的氛围改变的可能性 OK 是不可能改变了 好 对不可能改变 你说我们河水坛 说句不好听的话 张彦池他是民革的 他祖父父 父亲是张太炎 祖父 很多时候你去看张彦池 他曾经的过往的许多东西 他完完全全我甚至觉得他从某种程度上 他是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在看待问题 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尤其是张彦池以及陈孔立这一批人 他们都是孤王会谈的时候的那些就是历史遗老 他们对于整个两岸关系的概念全都停留在曾经的孤王会谈时期 他们整个人生的就是相当于精力最丰富或者是最辉煌的时期 都在做这件事情 这已经严重的把他们的概念或者是思想给框住了 他们不可能去否认自己整个人生 因为他们现在 他现在张彦池做这件事情 他相当于否认自己过去40年 或者说他整个人生是失败的 你想看是形势危及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才可能让张彦池这样子一个人去否认自己过往60年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对 我知道啊 所以我今天就是用说这已经是鸽派的最后通牒了 而且我一直说的就是说 你们永远是从台湾的角度去看问题 不愿意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去看 那么相当于你们只会对于大陆不停的索求 而且我一直说的就是说 我一直就是说对于建文旗 自从他说说我们没有在那个就是历史哥那里说了 他说就是建文旗在历史哥说 说就是两岸的心灵交融习大大做的还不够 我觉得建文旗他讲出这样几句话 已经说明整个蓝营 怎样 喂 喂 蓝营 你刚断了一下已经说明整个蓝营 蓝营统派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也已经集体堕落了 他们根本不能够很客观的去看一件事情 您希望怎么样叫客观的看一件事情 从台湾的这边的 简单说就在两岸心灵交融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说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指责大陆做的不够多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件突破底线极其无耻的事情了 我没有听过这个阶段说两岸心灵不能交融这件事情绝对是台湾单方面的责任 大陆这里可以做的已经全部都做了 你能我简单我就说我你如果说觉得我这句话说的很武断你说一下台湾到底做了哪一件事情能够让大陆人对台湾产生任何好感的从蔡英文上台以后 没有 好了 没有政府方面没有民间其实还是有努力了 民间的那个交流的努力都一直在 但是问题是蔡英文他2020年他再次817万票当选总统以后就证明了所有的台湾人认为他过去四年做的全都是正确的 也不是所有了就817万 817万台湾的绝大多数社会的主流 是啦你可以说是在当下那个气氛下那样讲 但你也知道乌合之众老百姓在同头下那张票的当下的那个氛围 他的思考其实那大陆也是乌合之众 对对对对啊是啊是啊其实全世界都不要要求你们现在建文及他们全都在要求大陆所有的人必须单方面的理性客观吗 接大使有这样要求吗还是怎样我我我我没有听听到他整个论子 但心灵交融做的还不够多还要继续努力怎么努力 如果是问我台湾方面不是出善意 你让大陆人继续理性的去对台湾人有善意 继续去努力两岸心灵交融怎么做到 那个共和国我我我这边讲一下我的观点好了 以我个人的了解我觉得大陆这边做到的那个心灵气和的努力够多了啦 真的也也也很也很努力在做了啦 那大陆这边要加强的 是怎么样把这个努力给promote出去给宣传出去 他要加强的是宣传的这一块 因为很多怎么宣传给台湾年轻人 台湾年轻人要来大陆才能够宣传的到 这个怎么去做 how to do it 这个是一个怎么去做 可不可以讲吗 怎么去做吗 但是我说你努力是有了 但是宣传的这一块是可以加强的 我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那至于怎么做呢 就在论述 我觉得说句老实话 我所以说 我说你们永远是站在台湾的角度 你认为我们宣传不够 问题是你们在台湾岛内这样子三立民事这样子进行宣传 我们怎么对台湾人进行宣传 大陆唯一能够影响的只有就是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台湾人来大陆 而且我在那次说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一个很明确的事情 我们以前就是说一直会有学生派到台湾去进行交流 我们希望这些交流的学生 就是心灵气和是双方向的 不仅是我们要和台湾人心灵气和 台湾人也要跟我们心灵气和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学生派到台湾去 跟台湾的学生一起上大学 而且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学生 结果这些学生回来了绝大多数 我说他是变成两岸交流之弊 因为他在台湾并没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没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从14年以后他看到的全都是台湾社会如何仇视大陆 台湾社会如何歧视大陆人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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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大陆这边来台湾留学的 大湾访学的 访学 交流学习 半年到一年 OKOK 就交换学生 你说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心灵气和 我们怎么宣传出去 OKOK 我们已经给了所有来大陆所有的 只要你台湾人来的大陆已经给了我们可以给你的所有的优惠 对 而且整个大陆社会是在压制对于台湾 不友善的声音的 是 是 对 那你说大陆还能做什么 大陆做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因为台湾社会对大陆的仇视 事倍功半了 你还要教大陆怎么做才能做到心灵气和 心灵气和的问题首先在台湾而不是在大陆 那个共和国有一些话我不知道我 可不可以在这里讲 我首先我没有否认你说的大陆最清零气和这方面的努力 那我为什么要说有些可以加强的 但不是说我们这边就怎么样怎么样 你讲的说自从蔡英文上台或14年太阳花之后 台湾这个政治环境是这样子 那的确那这个会在台湾就是包括所有来台湾上学的这个大陆的 就是学生嘛来台湾交换学生的回去会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这个现实是这样 好但是撇开这一块 因为我在我在大陆待了嘛 然后我有一些 这样讲也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我有跟一些 你们就是大陆这边做 统战工作的 统战不得统就对吧 我不说是谁了好不好 我反正我有跟有一些做比较交流 两个交流方面的人有一些交流了 好啦我觉得做的工作在我来看是还不如我这个频道做的工作 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在交流的这个作用上面 他做的我觉得实在是就是就所以我看到了一些我觉得就是你们很多无用功 好所以我会这样讲好这就是这样这是我实际的分享了好但是细节我就不讲了好来你继续不是 你觉得我们这里做了无用功我都承认做了很多无用功 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在你们台湾都会被做成反作用力 因为你们那里有太多洗滴了 什么志祺七七 什么那个就是涉图日记 三明治 你们整个整个台湾的网络环境再加上YouTube Facebook Twitter 所有的管理员几乎全都是你们台湾那边反共的人士 你说大陆怎么把自己声音爆出去 难怪我被限流的这样 但我还ok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大陆之所以会用很多你觉得非常无效的方式 因为除了这些无效的方式其他方式大陆根本做不了 对吧 所以说好而且就是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大陆现在至少从我的观察从80 90 00到10 每一代人对于台湾的善意和好感是递减的 就和台湾一样 是 作用利益和反作用利益 是 就是 而且你要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可以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这其实也是一种不现实的 时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 台湾之所以今天会和大陆疏离到这个原因 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两岸分离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对 继续分离下去两岸的这种认识差距和 认同感 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无论我们大陆这里努力多少 喂 喂 你刚刚又断了一下 好你继续 我就说时间的延长会导致两岸的分离感会越来越强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时间的伪力 所以说不要认为大陆对于统一台湾没有急迫感 为什么习近平习大大会说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解决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同样也是一个现实所逼迫的 是 我们之间分离了70年已经变成这样子 如果再增加个20年会变成怎样 谁也不知道 而且就是说随着台湾对于大陆或者中华民族的认同越来越少 将来我们在统一之后进行治理成本也只会越来越高 对 之所以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前面很多人在那里说什么 大陆可以等合同或者是等两岸认知一样 两岸之间的认知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 老百姓的日子无论如何都过得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他们更多的是要精神上的一种需求 所以说在这种精神需求下 他不可能会因为了生活或者是经济状况而选择和大陆合并 所谓的经济已经促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根本不可能发生 而且大陆现在陷入一个很大的循环 就是说大陆无法有效的对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进行管控的一个重点就是 没有就是过去没有告诉台湾 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而导致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政府 你再去做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 什么意思 就是大陆永远是单方面的让利 或者是单方面的包容台湾的所有的一起 而没有告诉台湾你做什么事情 我是会收拾你的 让台湾人觉得现在这种让大陆让利的日子 可以一直过下去可以单方面的去伤害大陆人 单方面的去从大陆那里获利 单方面的去丑化或者虐待大陆人 而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 在台湾社会有这样的一种扭曲的认识 这种扭曲的认识也造成了所有的统专工作 他的不会得到他希望得到的结果 所以说从一切的角度去看 而且我说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仅仅我说的 你看5030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你从他们身上可以深深的看到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或者说现在的台湾人根本没有所谓的时局 或者是世界关系的最基本的概念 他们看到的只有自己生活周围这么一小块的事情 对于这样子的人你跟他去说大意 或者说去说国际形势你根本没有用 对于他们他们只有看到导弹落在自己的海边 他们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不该做 但是问题是在现在的情况下 大陆根本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明确的告诉台湾人我要动物了 所以说台湾的局势不可能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武统是一个必然发生的 我们只能期待这个武统对于台湾的伤害能够小能够快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而且就是说之前你们很多的名嘴 或者说是台湾的时事评论人 政务职评论人 他们心里面其实上很清楚 大陆是那种决定了一件事情 他就要去做 你要去改变他的方向是非常困难的 就像大陆 其实上我认为大陆的统战机构 很早就发现了台湾这种局势 但是因为定调了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他很难扭转这一个方向 他只能沿着这条路继续做下去了 而现在张念驰的这一个转变 证明这条道路可能已经被放弃了 所以说他要从现在就开始转变 过去几个月来 所有原来的统派人士 几乎全都在提武统 或者在提所谓统一之后该如何治理 这就说明这个趋势 或者说是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就像对于大陆政府来说 既然他贯彻一个东西很难改变 但是他一旦改变了之后 他的改变也是很坚定的 一定会走下去的 一样的意思 对啊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清晰的 但是理论上来说 我认为所有的大陆人 应该都能够很清楚知道 共产党做事情的方式 但是前面的人都 我在他们的回答当中 完全看不出来这种味道 哦 你说前面 就是我觉得简单 刚刚那几个 对 而且我也说了 就是说如果台湾人 台湾社会 他不能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 去思考两岸的关系 去思考两岸的未来 那么所谓的合同 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因为站在台湾人的角度 或者是中华民国的角度 你去维持现状 维持不睹不通不武 永远是最高的利益需求 他们不会去思考中华民族的 任何的收益和得失 但是大陆这边 是站在中华民族 伟大附近的高度 去思考问题的 你思考的角度都不同 得到的结果也不同 那个共和国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台湾人 他思考的角度 他先从自己家乡 这边开始思考起 那然后才能够扩及到 整个中华民族 这样的思考的脉络 也符合逻辑跟人性 那你如果要求台湾 他跳脱自己台湾人的身份 直接去思考整个中华民族 这也不合道理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在大陆这里的教育 我们一直都是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东西来说的 所以说我们思考的高度 就是这样 如果就像你说的 台湾人他首先 从中华民国的这个角度 去思考问题 他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的时事 或者是现代时局 已经不可能了 如果说你不能够放弃 自己的本位主义 去从一个更高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的话 那么你相对于 这个情况来说 这种不好的未来 也无法避免 我觉得共和国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 如果要要求台湾人 必须 我都不讲中华民国 就是要跳脱整个台澎金马本位 去思考利益 你跳出来思考的话 那这个对台湾整体来讲 这个要求太难了 因为我觉得太难做到 因为这违反一个很自然的人心 你怎么样才有可能 你只有说 这个事情符合台澎金马本位的利益 同时也符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然后在这个脉络下进行 才有可能 那这难道符合台澎金马 就是台湾人的利益 跟大陆14亿老百姓 整体中华民族的利益 是冲突的吗